防災日 臺北市長柯文哲到大直高中視察 向來形成滿檔給人忙到不行的感覺 但卻沒反映在施政滿意度上 天下雜誌民調指出柯文哲分數不及格 最後一名 倒數第二 苗栗縣長徐耀昌 澎湖縣長賴峰偉 倒數第三 柯文哲已經連續三年調查 我好像只有第一年不是最後一名 後面的七年不是有韓國瑜的時候倒數第二 沒有韓國瑜就倒數第一 所以是這樣啦 既然都已經這樣 又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問題 長起來 但是臺北市有退步嗎 我跟你講 你看實際的客觀數據 每樣都進步很多 儘管對民調看很淡 但很自豪 幸福城市排比第一名 永續及照護調查奪冠 被議員指出 北市府要更謙虛 永續跟照顧長照的部分 臺北市政府光長照跟老人的福利政策 有九成的預算都是中央提供的 另外滿一度冠軍由坪東縣長潘夢安 連續四年稱霸 嘉義縣長翁張良 要居亞軍 嘉義市長黃敏慧 跟連江縣長劉曾應並列第三 天下雜誌的民調 就是我的畢業典禮最佳的禮物 謝謝團隊 謝謝屏東 感謝幸福團隊的努力 那因為五大命香的成績 也納入到這次的施政滿意度 柯文哲過去就學從一樣樣第一 這回卻是最後一名畢業 對比前幾名的謙虛 柯文哲恐怕怨在心裡 上次我們請問 NateAN I Talk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